大家好,我是尊圣传门的渭海老马 今天受咱们越多苹果庄园的宋总邀请来参观他的苹果庄园 据说他这个苹果庄园占地就两千三百亩 这山东荣城 他把这个苹果真正做到了咱们苹果里边的天花板 一会儿我带大家参观参观他的苹果园 而且他又延伸出来很多种品种 包括他这后期的深加工又做了很多 现在呢,我进到庄园里边 然后我再给大家用无人机 再给大家再简简拍一拍 越多苹果庄园去市区又很方便 看到两边这个大杏子就长得都已经很大了 现在咱们开车往里边去 而且他这个都是无公害的 就是有机食品都是 现在咱们已经进入到咱们这个越多果业的内部 看到两边 其实咱们车开的有点快 到两边全是很大的很甜的性子 像他这个庄园呢 光苹果就有很多种 而且有自己的品牌 像去办美人等等吧 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过来参观 也没太深入的了解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他这里 而且这个氛围呢 真的我感觉在这里边团建呢 因为他这里边还有这个饭店 包括他这里边的苹果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小样子的牙齐的苹果 口感呢也非常非常好 我们也在这里边品尝了一份啊 包括我们又品尝了他的深加工产品 包括像他这个延伸出来的果干 各种果干 让他做出来就很多种 像香薯片无花果干啊 等等的一些延伸出来的 包括这个还有一个 他自己内部还有个小招式 而且他这里边的产品 做出来的深加工产品呢 都是零添加的啊 他这里边就是他自己光 就是农家鸡农家坟的地 农家肥的地方就有20亩地 用来做这个农家肥的发酵 今天呢可能时间有点短 拍的也不是那么全 像咱们这个无人机角头 这个角度哈 内部呢他还有有了两个蓄水池 也是从咱们韦德山上下来的水池 山水 现在呢就是拍的只是 是他的一小部分 有一部分的成熟的 有一部分的还没有成熟的 这个成年果树 他的总占地面积达到了2300亩 整个这一圈山头呢 都是他现在都是这个月朵果业的 非常有实力的一个 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企业 因为咱们这个无人机啊 飞的有点高 看着也不是那么 因为他这个都是机械作业啊 人工顾不起 就是也顾用不了那么多 等有时间呢 我们也会来到月朵果业 这个苹果庄园呢 来这里边团建 今天就给大家拍照到这里 下轻 下车 下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